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斗笑大巴士 今天的任务非常特殊 各位看到了吗 对面有六位来自清朝的冷面军团 他们都非常的难斗笑 这是从众多观众中挑选的六位观众代表担当冷面人 冷面军团将全程观战 并在本期任务起诉之后 为搞笑军团的表现打出印象分 最高分五分 最低分零分 累计分数最高者成为本期搞笑王 目前就有观察 就这个姑娘就这样子的 她不敢看你 这样子的球呢 他们的拼命 你用一个用一手诗来形容一下她的长相 对 她说你一着急就做诗 这个女孩子不一般 好像天女下凡天 干到四个了 干四个了 干四个笑了 烦天 就做完了是吧 我我我还是就两句她就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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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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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还把声音给不记一句东西走 各位看到了吗 他们对面现在穿的是清朝的服装 所以咱们必须要穿越到那个朝代去 刚才身后都有衣服是吧 咱们就别废话了 马上换装进入任务地 老标头欲为嘻哈标局选定将来的继承人 为避免一人独断专行 将临选一男一女两位标头 身怀绝技的头号男女标师成了首选 然而标头的儿子儿媳认为家业应由自家传承 最终标头之位会花落谁家呢 嘻哈标局 嘻哈标局 走 来 里边请 哎呀 啊 啊 标 这场面 什么意思 标吧 有点意思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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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标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啊